蔡政府大选前疯狂增加国防预算 一堆人跟着蔡政府狂喊抗中保台 关着怒呛 万一引爆战争真的不好玩 因为他以为战争是打电动玩具 死了一个案里剩 我当卧兵你知道 我还记得我那个是对抗 到中午12点 我那个营已经被全赢见面三次了 我还想说哇如果战争的战争 我已经死三次了 问题是人老死三次了 一次就挂了 不要嘴巴喊那么大声了 蔡政府一边从大陆获取庞大经济利益 一边附和美国狂呛大陆 柯文哲说会害死台湾 外销四三次认得到中国 他只要真的给你 一颗法旗就要给你克税 你怎么办 我还想好 他什么都不准备 抗中保台 天哪 要跟人家打架先准备一下 从抗中保台到非和家园 就算根本做不到或逻辑错乱 为什么民进党还奉为神主牌 民进党的堕落就是在这里 后来他把当选当作唯一的目标 后来就用这个凌驾一切 这一次的选举 他没有在想以后 所以这一关骗过下一关再骗 年底大选不知道操作意识形态 是不是再度成为蔡总统 选战的必胜王牌 记住黄门军两海 姚树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来上网代购